MING PAX CONTROL 剛剛提及過 PASS CONTROL 我可不可以多說一點 這是很早期的 當時我入行無奈的工作 機場的PASS CONTROL我真的沒見過 很有趣的 也是令我大開眼界的 PASS CONTROL是什麼呢 怎樣去做滅蟲、滅蜀 這些工作是什麼來的 機場是為什麼需要這些工作呢 也挺有趣的 你試想一下飛機 你是機師 當你起飛的時候最不想見到什麼呢 小鳥 很危險的 我說你當作PASS嗎 不是 我們想帶出一個食物鏈 小鳥吃什麼呢 通常是在地上走的 其中一個就是老鼠 所以我們機場控制老鼠的數量 是很重要的 我們不可以被牠繁殖得很快 不然的話 這個不會倒絕到的 這是一個生物來的 對 牠是會在地上生物 對 我們只是控制牠的數量 令牠不會產生問題 所以我們控制牠的數量 就是要一個很緊密的計劃 飛機在跑道滑行道 滑行道旁邊有很多草地 草地其實會有很多生物 老鼠就是喜歡吃的 例如昆蟲 所以老鼠就會在那些地方生長 所以我當時的工作很有趣 就是要半夜的時候 駕車進去那些地方放老鼠藥 所以要半夜上班 通宵輪班 還有那些地方 你也認識了 即是飛機起飛的時候 盡量不要有些光線 阻礙到機司 所以那些地方全部都很黑 黑癡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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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機器的指示燈 因為很貴的 維修很麻煩 要很小心 做這件事 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所以Pass Control多數都是 Apron 上 AirFusion 這個是最重要的 另外我們大樓的周邊環境 甚至是寫字樓 另外一些公眾地方 停車場 巴士站 我真的會問 會不會多食物的地方 就多這些東西 就是親聽 室內環境比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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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環境比較難 我見過你說擺老鼠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 我見過一次 做蟑螂 你擺完藥之後 他就 死了出來 即是他們 他不會躲起來 他不會躲起來 他會走出來死 那是不是也是這樣的 會有這樣的情況 更噁心 你摘出來 其實摘出來 還會令到那個問題 沒有那麼複雜 當然 如果是蟑螂就很簡單 他死了不會有臭味 如果老鼠 你想想死了會很臭 如果他在一個 不知道屁股那裡死了 你要去找 因為很臭 可能很多人頭數 很慘 明白 所以如果他走出來 就會容易處理 老鼠也是這樣的 老鼠很少在室外 對 多數外面多 對 去吧